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江委員起床發言 主席好各位委員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紓困要聽名義 紓困要順名義 請排付發現金 這個禮拜二 本院通過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的修正案 當然這也決定了另外一筆龐大的預算 同時呢 我們預估 大概300萬人受惠 難道現在全台灣需要紓困的 只有300萬人嗎 顯然不是 需要紓困的遠超過300萬人 所以這是為什麼國民黨團 自始至終 所提的修正動議 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 在這一波受到疫情影響的民眾 能夠得到紓困 我們的版本 排付發現金 預估可以照顧約 1500萬人 所以300萬跟1500萬 其實很大的落差 而且這段時間 所有的民調 幾乎在在的顯示 大部分的民眾 現階段需要的是現金 不是酷碰券 雖然蘇院長也說 酷碰券是第三階段的振興工具 所以顯然現階段需要的是救急的現金 至於酷碰券怎麼調 只要能夠振興 我想大家也會願意支持 但是現階段的是 對於300萬人的紓困 到底夠不夠 顯然有很大的落差 面對這樣的民意 執政黨 只不要一意孤行 不顧民意 無法實現對平民百姓的照顧 若助將來的經濟 持續惡化的話 執政黨必須對國人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再次的重申 紓困要聽民意 紓困要順民意 請排富發現金 因為 不只我們提出這樣的呼籲 現階段其他主要的 經濟體 受到這一次 疫情衝擊的國家 不管是美國日本新加坡 歐洲等等這些國家 現階段所採取的 也都是 紓困發現金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 證告 蔡英文總統 在一黨要求 發現金 是在反應民意 傳達 廣大民眾的心聲 不要再把自己跟民眾 自主隔離了 請聽到民意 也聽到民眾的 心聲 更重要的 也請 我們的 行政院 還有決策官員 能夠苦民所苦 施政 當然最怕的是 髮夾彎 或招令細改 但是 好的政策 不怕轉彎 好的政策 也不怕收割 如何讓這些預算 能夠 最大化 最佳化 最廣化 讓民眾能夠感受到 政府對他的照顧 才是我們 最大的政策目標 所以請 我們的行政員 謝謝 謝謝江委員 接下來請 岳玉蘭委員發言 主席早 行政院蘇院長 還有各部會的首長 以及在座的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從本屆會期開始 本席多次透過記者會 委員會質詢 院會總質詢 與國事論壇 不斷呼籲政府對於 警察 消防 海巡 移民 以及在監索服務的同仁 要提供 足夠的防護裝備 上述這些機關 以及警大警專等學校 因為性質特殊 高度群聚 也會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提醒他們 一定要欲為因應 超前部署 本席要特別感謝 行政院蘇院長 對這些呼籲 迅速回應 外勤的 警銷口罩 供應 無餘 法務部 法務部 繳政署 各監索工作人員 與收容人的口罩 也都獲得了解決 日前 本席在移民署南投收容所 看到移民署的同仁 非常努力的防疫 但是礙於台業的斷行 越南收容人 無法遣返 收容所的容量即將滿載 非常需要異地分流收容的場地 昨天移民署回覆我 防疫指揮中心 已經同意協助 警察 消防 海巡 移民 以及在監索服務的同仁 因為工作性質特殊 接觸複雜 有高度感染的可能 職勤人員 配發口罩 極有必要 但是考量這些機關的特性 內外勤 互動頻繁 經常要互相支援 並非一般行政機關的工作形態 如果可能 內外勤都應該配發口罩 在政府努力下 生活在台灣的人民 還能夠照常工作 讀書很幸福 但是還有很多台灣的孩子 在疫情嚴重的國家地區 工作 求學 他們的父母 家人 想要寄口罩給他們 卻遭遇不少困難 昨天 本席在國防外交委員會中 呼籲外交部 如果有可能 應該設法協助在海外 工作求學的台灣同胞 院長上任以來 以超高效率喊出 有政府請安心 希望各部會都能通力合作 讓世界各地的台灣人 都能夠 語錄均章 同盟得正 真正的安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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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接下來請 陳以信委員發言 大家早安 針對當前經濟危機 行政院職意發放酷碰券 拒絕 本席今天要強烈批評 民進黨政府 一意孤行 拒絕是金飛 當年金鴻海嘯的時候 馬英九政府說要發消費券 當時蔡英文總統 是民進黨主席 他說 紓困發現金 才能快速 又有效 當時 賴清德準副總統 是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 他說 發消費券 有行政成本 不如發現金 蘇貞昌院長 當時批評 消費券 舉債 等於傷害子孫 陳其邁副院長 當時也批評消費券 就是變相打壓 傳統市場 與小吃攤 當時民進黨從上到下 都要求發現金 現在你們個個都位居廟堂之上 當初你們所說過的話 你們今天還有誰還記得 今天你們換了位置 就換腦袋 這樣蠻憨的政府 令人憤怒 尤其現行的 酷碰券政策規劃 充滿各種歧視性的做法 第一 是科技的歧視 現在酷碰券 要綁行動支付 才能夠使用 但是 根據資策會的統計 今年行動支付 的普及率 只有六成 有高達四成的人 並未使用行動支付 或甚至不知道行動支付 怎麼用 這就是科技的歧視 第二是年齡的歧視 資策會也統計出 年齡最越大的人 越不會使用行動支付 絕大多數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族群 不會使用行動支付 我都很懷疑 蘇院長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使用過行動支付 第三 是城鄉歧視 台灣還是有城鄉差距的 越是相對落後的農業縣市 越會需要紓困 但越是農業縣市 就越沒有行動支付的相關設備 因此 城鄉差距 也會讓酷碰券 效果 大打折扣 而最後 也是最嚴重的 是階級的歧視 現在酷碰券要先花四千元 才能夠賺到一千元 如果手頭上 連四千元都沒有的人 他就會連一千元都拿不到 反而是手上有錢買得起 幾萬塊錢 智慧型手機的人 才有能力去享受這個七五折的優惠 而沒錢的人 買不起手機的人 就享受不到優惠 結果政府的美意 反而變成 截憑繼父 歧視窮人 因此本席今天要呼籲政府 不要為德不足 請呼應民意 從善如流 放棄充滿歧視的酷碰券政策 發現金 幫國人度過當前的經濟難關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吳思懷委員發言 院長 各位官員早安 我想最近最熱的除了是海軍磐石艦的問題 就是封城管制的問題 4月20號 新北市政府做了很周密的封城管制 兵器推演 雖然輿論上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民眾認為會製造恐慌 陳時中指揮官非常辛苦 防疫中心的表現也讓我們都很肯定 他說 距離封城還很遠 我要請教一下行政院 如果距離很遠 我們就不做超前部署了嗎 萬一 需要封城 不管是完整封城或區域封城 請問那個時候再做準備 來得及嗎 本席過去在軍職 有非常多 救災救難的實務經驗 從921 到88封災 無意不予 我現在提出幾點 提請行政部門注意 接著就是各縣市 台中高雄很多縣市都要開始做 封城的兵器推演 其中有多數都是中央的職權 第一個提醒 封城的定義 封城的範圍、時間、管制的程度 第二個 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劃分 如果不明確律定 等到執行的時候 一人一把號 就會造成民心不安 社會動盪 第三個 什麼時候開始動員 動員 動員哪些人力、物力、醫療器材、交通運輸工具等等 第四個 交通管制 你要管制什麼程度 大宗運輸工具 還是哪些人員管制 還是哪些人員管制 管制到什麼程度 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軍警、衛生、民陣 他的行動准據 工作分配、垂直整合、橫向協調 精緻萬端 防疫專車的配套 各種運輸工具 如何協助偏遠地區 很多事情都是中央的權責 縣市之間一旦區域封城 跨縣市、跨區域 請問聽誰的 當然是聽中央的 所以我認為現在做超前部署都不是很早 而是來不及 誠懇的建議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盡早啟動 封城的兵集推演 早點告訴民眾 他就不會恐慌 如果現在不做 確實執行的時候 一定會造成民眾的心理恐慌 謝謝吳委員 繼續請洪孟凱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說 發現金全民能受惠 蔡政府為何您不尊重 我們看到 今天有媒體報導顯示 經濟部公佈了三月 我們的內需市場 業績蒸發了368億 如此觸目驚心的一個數字 經濟部更是說了 在報導裡面講 有可能 4月影響還會比3月來的大 換句話講說 台灣現在經濟正面臨到 比20年前的SARS 還要嚴重的一個情況 我們也另外看到了 這個禮拜二的時候 在執政黨的多數 國會表決通過 否決了國民黨 要發現金全民受惠的提案 但另外一方面 經濟部的酷碰券 增加了到111億的規模 而報導顯示 有可能經濟部在全國人民 一片虛聲底下 想要轉變 變成是有類似 發現金概念的消費券 沒想到 不到一天的時間 又被否認了 還說 酷碰券要修正 但是絕對不可能是發現金 絕對不可能是消費券 我們要請教 難道真的是因為 過去馬英九政府 所做的好的 優良的 可以的民眾滿意的政策 執政黨就一定不能接受嗎 如此 這是不是就是政治意識形態操作 強勢主導 讓執政黨沒有辦法好好的 為全民社會的政策來使用 我們再講 防疫不分朝野 不分藍綠 台灣已經打了一場上半場 漂亮的防疫好球 下半場的紓困 振興 我們絕對不能吃鍋貼 也因此我們要在這邊 希望 希望政府用酷碰券的方式來協助 所以 請經濟部 請相關的部會 請我們的執政黨 不要再堅持了 連你們自己人都批評 這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政策時 如果你們還要再堅持 那真的就是沒有聽到民意 我們請蔡總統 我們請蘇院長 也尊重一下民意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洪委員 繼續請張玉美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同仁早 海外留學生無口罩 疫情指揮中心 已經開放從 4月9號開始 國人可以寄口罩給海外的配偶 或 二親等內的親屬 美中不足的是 兩個月 最多只能寄 30片的口罩 最近說到許多 海外留學生 陳情口罩不足的問題 而我也做了調查 有許多國家 包括美國 日本英國等 都買不到 醫療級的口罩 目前國人 購買口罩的數量是 14天9片 所以若要累積到30片 至少要花42天 而這些海外國人 尤其留學生們 都是台灣人 他們都有繳健保費 權益不應該受損 但是在台灣的家人 花了42天買了口罩 加上運送10天 時間 可能要50天 他們才能拿到口罩 那這50天的空窗期 他們要如何自保 如果 如果 這期間感染了COVID-19的話 那是不是政府的失責呢 我們看到蔡政府在 4月1號捐贈了1000片的 口罩給美國跟歐盟 4月7號又宣布了 100萬片的口罩給新南向國家 相比之下 台灣在海外國人 卻拿不到我們自豪的 Made in Taiwan的口罩 格外諷刺 雖然 政府口口聲聲的說 口罩夠用 但是我們就是不斷看到 要去外面 大排長龍的 買口罩 不然就是 叫老百姓 省省的用 電鍋蒸口罩 除了口罩的空窗期之外呢 中間還有 有運費 還有關稅的問題 比歐盟 國家 其實日本歐盟國家 關稅4到 7% 加拿大甚至18個 你知道德國呢 甚至還有30到40歐的關稅 所以口罩可能150元 可是呢 他的關稅10倍以上 更麻煩的人 更麻煩是許多人的口罩 被當地的關稅 攔截或沒收 看到其他國家呢 有寄給留學生 防疫包 裡面有簡單的這個藥品跟口罩 希望政府 能夠 按照其他國的 做法 保護我們留學生的健康 並是否考慮 外館統一進口 發放防疫包 來確保海外國人 和留學生 都能受到 台灣 寄給他們 溫暖的口罩 謝謝 謝謝張委員 接下來請 李多維委員發言 主席 油院長 行政院 蘇陪 副院長以及在場所有同仁以及媒體朋友 傳染病的疫調有多重要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陳時中指揮官 3月10日特別強調 該幫大家好好上一課 簡單來說疫調就是找出病毒的源頭 是最重要的程序 防疫當前民眾對於疫調還是陳時為上策 以免觸犯 如果民眾不配合不坦誠已告 現在透過警政系統的監視器 對比衛生單位的記錄都可以回溯相關足跡 各位這是3月10日陳時中指揮官 對所有全國民眾講的話 但是現在我們高雄市市長韓國瑜先生 他要求高雄市政府針對這一次敦目艦隊 染疫相關可能的官士兵進行疫調的時候 陳時中指揮官說什麼 他說敦目艦隊的官兵沒有法定義務 這句話真的讓大家發現原來防疫也可能變色 原來防疫也有藍綠嗎 我相信台灣超前部署的防疫是大家引以為傲 現在高雄市政府要做的只是亡羊補牢 沒想到我們的防疫中心指揮官卻指導海軍官兵說 你們沒有接受疫調的法定義務 本席想拜託行政院蘇院長 提醒陳時中指揮官 防疫不能變色 防疫更不分藍綠 我們一定要全民共同來加強防疫 才能打贏這一場疫情的戰爭 在這個部分本席要提醒的是 當全民都在重防疫的時候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絕對不能打擊大家的士氣 我們全民防疫最重要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溫育霞委員發言 游院長 蘇院長 各部位首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 本席今天要講的是盤石案借鏡 普篩是必須 杜牧監隊出航是鞏固邦誼 也是海軍重要的演訓任務 但選在疫情年少之際出航 結果爆發集體感染 事後檢討 當初政策拍板者對防疫的輕忽 實在是要負最大的責任 海軍弟兄奉命執行任務如今確診 當然是很無辜 但是三軍統帥第一時間應該對染病的官兵 和家人致歉 並應該宣告 一定全力就是 這才是總統應該有的高度和作為 此外 這次疫情爆發 增結在於 政府一直採低度篩檢的措施 才會造成不知自己染病的官兵們到處趴趴走 假如軍艦在起航之前 和到達港口之前 下船之前 對前沿進行篩檢 並且要求他們必須自主管理14天 那麼也不會造成如今的人心惶惶 潘石艦已經有29個人確診 其中多數人不舒服也不曾就醫 只有6個人就醫 而且有7個人完全沒有症狀 另外 所有確診者案例當中 有3個人被檢出 帶有新冠病毒的抗體 那麼這麼說 這3個人已經是染病難疫 而且已經痊癒了 這些數據顯示 加快篩檢速度 才是緩和感染率的關鍵因素 儘管國內有學者主出 篩檢會因為群聚而加速傳染病毒的風險 而且會加重醫療資源的負擔 但是如果不實施全面普性的篩檢的話 那就沒辦法揪出未陰性以後 無陸以及無症狀的感染者 我們要知道 沒有症狀的感染也是具有高度的傳染力 事實上 只要疫情指揮中心 按照適當的比例分配醫療資源 就能免除負壓病房不足的疑慮 本席再次強調 要挽救疫情重創經濟的最根本作法是 必須強化防疫措施 並且 未要以撲篩快速找出無症狀的感染者 並且 隔離這一群人 才能渡絕傳染 確保國家國人的健康與安全 並讓社會回歸到正常的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 所以說 本席建議 只要國人踏入國門 必須撲篩 這樣子才能做到防疫不落實 謝謝 謝謝文委員 根據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